《逆境之下,我们都需要自我勉励,坚强地面对疫情,所以很多人都会用到逆境自强来激励人心,其实平时我们都会说到自强不息的,自强的出处是来自古籍的《逆经》, 他说天行见,君子以自强不息,天行见是指星宿这些天体不断的运行,而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说君子要好像日月星光见运行,就夜不息那样,不断地自我奋发逃强,做到自强不息。 既然说到自强,那就要问一下,究竟人可以有多强呢?不少人都认同人定姓天,但是现在全球停摆,人可以请的强究竟去了哪里呢? 君子效法天行见的那种自强不息,就令人想起天体从何而来,众星有如何运行的这些问题上面。 最似索源,就要归回去天地万物的创造根源。 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,劈头就说,起初神创造天地,天体的创造根源就是在于神,所以所谓天行见,天体光见运行的模式,以至于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根本,就是缘出于神。 逆境自强,没错,人人都需要能力去克服困疫的环境。 不过,我们都要知道能力的来源究竟出着哪里。 圣经《格林多》后书四章七节说, 《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,不是出于我们》。 因为,神就是创造的根源,能力的根源。 世纪瘟疫,在全球各地都印象了,人的脆弱无能。 所以,就让我们都认定逆境自强的能力资源, 并且在往后的日子,都依靠神这个能力的源头。